看着诈骗界的黑盒子猫池 行政院长卓龙泰一脸严肃 因为这台看似不省眼的数据机 可以一次发好几条诈骗简讯 人家的身后钱 是旧医钱 是小孩子要上课的钱 他拿去做自己奢华的享受 这个人性之泯灭到这种程度 我一再而三 对这些歹徒诈骗集团 表达我们最深切的痛恨 眼前纸钞 名表 黄金 全都是诈骗不乏所得 卓龟市岛重大诈欺案 以及台美合作破获跨境机房的成果 报着决心 政府明年将大幅增加打诈预算 据了解整体经费达到73亿元 是今年13亿元的5.6倍 但诈骗手法越来越复杂 往往牵涉了境外操作 假讯息更是人人都可能受害 网络上突然有网友爆料 总统府副秘书长林飞凡 嫖妓被抓后交保 甚至薪资25万元 比部长极高等等内容 让林飞凡气得报案 各种认知操作 以及假讯息的痕迹 我想在这个事件上 也非常的明确 诈骗林容忍 中央硬起来 全方位围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